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男子跳河救人 却被河神带到河底 河神竟要求 让我做你女儿的妈妈 栓子是江系人 家住门头村 家境不错 父母也是中年得子 对他十分宠爱 或许是父母的缘故 也或许是从小吃的不错 栓子长的人高马大的 只是 栓子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 虽然长的人高马大 却是游手好闲 长大后更是不务正业 不是上山摘果 便是下河摸鱼 整日里腰五合六的 江父母气的不轻 将他赶到了村东头的破屋居住 02这一年 栓子已经27岁了 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栓子依旧是光棍一个 他要力气有力气 要相貌有相貌 只可惜 吊儿郎当的名声早已传出 他自己虽着急 却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当然 他也只是闲暇时 看着人家幸福 才会想要娶个妻子 大多时候 一旦忙碌起来 便又忘了这件事情 夏季的半夜 村头的小席欢快 流水缠缠 这不 栓子一个人借着星光来到了小河边 手里提着一个网兜 网兜里有一个鸡精种的草鱼 他找了一个略微陡峭的地方 悄悄下去 将网兜放入溪水之中 又用绳子捆住 系在了一边的石头上 嘿 明天那帮人过来和我比赛钓鱼 有这条草鱼在 谁能剩我 栓子望着溪水 如果不仔细看 或者下水看 根本就看不见那网兜 浪花一朵朵 激荡的水流是最好的演示 他拍打了一下身上的溪水 穿好了鞋子 面带狡黠的笑容 准备离开 刚走不远 栓子就听到身后不远处 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 茫茫夜色 唯有蝉鸣虫叫声 流水声和风的乌烟声 这一声婴儿的啼哭 彭腹让天空中的群星失去了颜色 一下子暗淡下来 栓子被吓了一跳 拔腿就跑 然而周围都是茂盛的野草 栓子磕磕绊绊 根本跑不了多快 那婴儿生 彭腹就一直在他身后徘徊一般 我只是来放一条鱼而已 没有想过招谁惹谁 千万不要缠着我呀 栓子对着四周的空气喃喃自语 脚步微颤 想要赶紧离开 然而 正所谓欲速则不搭 越是着急 越是无法达到目的 刚走进步 便走进了一片藤蔓之地 不仅划破了他的裤腿 还缠住他的脚踝 让他不能急速离开 那婴儿的声音一直在后面啼哭 栓子觉得他长者磨大 还是第一次知道害怕 荒郊野地 村里人口中有着无尽的传说和云话 这让栓子更加害怕 忽然间 有犬肺之声在靠近 夜色下 动作十分麻利 奔腾跳跃 栓子惊喜道 大黄正是在村里与他一样 经常晃荡的那条流浪狗 栓子经常见他 他也去栓子的破院子里逃过饭吃 一人一狗 相当熟悉 有了大黄到来 栓子十分高兴 觉得大黄给自己壮了胆子 没有想到 大黄没有停留 从他身边跳了过去 向着婴儿啼哭的方向而去 大黄 别过去 栓子刚要招呼 大黄已经跑出去很远 然后停住 绕着那里不停地狂吠 一时间 犬肺声和婴儿 啼哭声交织在了一起 栓子看着大黄在绕圈圈 不由得微微皱眉 喃喃自语道 大黄胆子不大 现在大黄都过去了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难不成 真的是个婴儿 犹豫片刻 栓子奔下离开 压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又怕大黄遇到危险 便走了过去 到了近处 便见到一个放在篮子中 用红色的绸布包裹着的婴儿 头上还戴着粉红色的帽子 应该是个女婴 大黄在篮子周围闻来闻去 栓子深吸了一口气 招呼大黄 说道 大黄 走了 回去睡觉了 大黄绕着篮子走了两圈 便跟着栓子的脚步离开 走出去不远 栓子听着那婴儿的啼哭之声 变得愁眉 苦脸起来 表情十分纠结 脚步抬起 却没有继续向前走去 犹豫再三 还是决定返回 将篮子拿起 将女婴抱了起来 与大黄一起向着家里走去 回到家里之后 栓子用了半个时辰 才将女婴哄睡 看着睡得十分香甜的女婴 栓子心里竟然觉得十分安静 罕见的没有将大黄赶到院子里 也让大黄睡在了床脚边 半夜才睡 一日清晨 太阳高高升起 栓子被吵闹声惊醒 他才想起 今日要去和村里的一些人比赛钓鱼 他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打开院门 让那五六个年轻汉子走了进来 却不让他们进屋 栓子哥 这是藏人了吧 今天竟然拦着我们 不让我们进屋 肯定是藏女人了 所以 他今天才起晚了 几个年轻汉子打去着 哄堂大笑 栓子将鞋脱下 顺手就朝着几个人丢了过去 众人躲过 又是哈哈大笑 就在这时 房间内忽然间传来了一阵女鹰的啼哭声 众人齐齐愣住 其中一个浓眉大眼 名叫胡子的年轻人 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道 栓子哥 你藏着人也就罢了 怎么还带孩子过来了呢 这不好吧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还是要做个人啊 胡说石膜 栓子瞪了一眼 急匆匆转身 跑到屋子内 将昨晚的那个女鹰抱了出来 不住地晃着手臂 轻声哄着 同时恶狠狠地对众人说道 都怪你们 将他吵醒了 胡子却从门内走了出来 原来 他刚才已经跟着栓子跑了进去 将屋内找了一点 这才冲着众人 双手一摊 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其他人了 栓子将众人的动作看在眼里 苦笑着摇头道 别瞎想了 给你们说实话吧 我昨晚偷偷买了一条大鱼 想用网都 偷偷藏在河里 今天好能胜了你们 然后 在河边遇到了这个女娃娃 便捡了回来 胡子点了点头道 这样就很合理了 藏鱼这种事情 像是你能干出来的 栓子没有心情反驳 不停地哄着怀中的女婴 可是 无论她怎么哄 女婴司毫不幸停歇 一直哇哇地哭 几个人也没有心思钓鱼了 都是围着这个女婴转 绞尽脑汁 谁也哄不好 胡子立刻带着几个人回家 去献自己老婆 毕竟自己老婆已经带大两个孩子了 果然 没用多长时间 女婴便不哭了 随后 胡子的老婆又抱着女婴走了出来 前去隔壁 几个人还想跟着 胡子的老婆怒吃道 我去找人给这孩子喂奶 你们一群老爷们还要跟着 温言 鸡个人满脸通红 悬布原地站着不动了 一刻钟后 胡子的老婆回来 将女婴交给了孙子 并嘱咐了孙子 应该如何给孩子换鸟布 什么时候该为奶等等事宜 只听得几个人连连感叹 原本以为女人带孩子容易 这磨一番说下来 其中自有艰辛啊 其他的都好办 可是 唯独这为奶一事 让孙子犯了难 别说他末结婚 即便他结了婚 他也办不到啊 想来想去 孙子值得带着女婴回到家里 一路之上 村里很多人都见到孙子 抱了一个孩子 很快 整个村子都传遍了 孙子虽然末结婚 但是 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只是 不知道孩子的母亲是谁 虽然只是传言 但是 他们想起孙子以前的样子 和所作所为 对此 都有些深信不疑的感觉 回到父母的家里 孙子将来龙 徐迈说了一番 母亲对女婴十分喜爱 早已抱在怀中 表示要帮忙照顾 可是 父亲却吹了吹胡子 沉声道 今天就将他送走 母亲种没到 他爹呀 你看看 这孩子多可爱 可比咱们孙子小时候 可爱多了 父亲冷声道 别说可爱 就算他是一个金娃娃 今天也要将他送走 孙子不解 大声道 爹 这是为啥 父亲挑眉 冷笑道 第一 就你 还能养孩子 跟着你 也不过是受罪而已 第二 你本来就娶不上老婆 现在又多了一个孩子 哪家姑娘能看上你 母亲听完 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 将女鹰递给了孙子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孙子啊 你爹说的这脸没错 你总该为自己多想想 孙子低头看了一眼女鹰 发现女鹰正在对着他笑 十分可爱 便抬头看向父亲 一瞪双眼道 他就在那溪水边 谁都没有捡到 我却捡到了 所以 他就是我女儿了 我还要给他取名 就叫田小溪 你 父亲吹胡子瞪眼 看向孙子 父子两个 就这样互相瞪着 都不相让 母亲微微摇头 叹息一声 向母亲递了个眼神 从孙子怀里 将郭小溪抱了过来 说道 好好好 你这毛手毛脚的 就先让我照顾他吧 孙子点了点头 转身跑进厨房 盛了一碗饭 开始大口吃饭 在厨房吃饭时 看着柴火不多了 孙子想起自己 照顾田小溪的窘状 又想起胡子老婆的 各种嘱咐 他苦笑了一下 觉得自己这些年真是愧对自己的父母 于是吃过饭之后 便决定上山砍柴 给父母挑过来 这或许就是有了子女 才能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 才能体会到父母的付出和艰辛啊 中午时 孙子就没有回来 到了傍晚时 孙子背着四捆干柴 回到了村里 引得村里人纷纷侧目 觉得孙子肯定是吃错东西了 不然 怎么会突然转性子了 竟然去山上砍柴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孙子有的是戾气 就像这次砍柴 以此背回来的干柴 换做别人 就需要两趟了 只是孙子游手好闲 不喜欢做事而已 回到家中 放下干柴 拍打了一下衣服的灰尘 洗漱了一番 就要去看田小夕 却不见了田小夕的影踪 追问之下 才知道父母趁着他不在 将田小夕送人了 此言一出 孙子大怒 只是父母不愿告诉 他是谁带走了小夕 他便去村里找人问 有人将自己看到的 告诉了孙子 孙子连夜就出发 第二天早上 孙子带着田小夕走了回来 可是 他却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去了胡子家 拜托胡子的老婆 帮忙照顾田小夕 自己恢复银子 当胡子老婆答应之后 孙子便直接离开 拿着斧子 绳子和布带上了衫 到了中午时 人们才知道 孙子要去做什么 他不禁砍柴去镇子上埋 还顺手采了一些草药 准备积攒起来 最后前往镇子上埋 从此以后 孙子就像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他 空有一把力气 但是好吃懒做 游手好闲 现在的他 十分勤奋 像是拥有分身术一般 或者说 像是一个陀螺一般 每天砍柴 采草药 还去打猎 当钱柴卖不出去时 又去镇子的码头上 卸货搬货 总之 就是连轴转 不带停歇的 甚至 他还为田小夕 请了一个奶娘 让奶娘专门在家 带田小夕 孙子这种转变 村里的人都看在眼里 纷纷说这是 浪子回头金不换 都认为 正是田小夕的到来 才让孙子 有了这样的转变 谎言间 田小夕已经五岁了 孙子的转变 不是一时的 而是一直坚持下来的 以前别人提起孙子 都是嘴里闲 眼里烦 可是 现在的人提起孙子 都是竖起拇指来夸赞 随着孙子的努力 不仅很好地照顾了 田小夕这个女儿 还将自己住的破院子 翻盖了新房 破位整齐 即便孙子三十岁了 即便有田小夕这个女儿 可是上门提亲的人也是不少 不过都被孙子一一拒绝了 因为孙子担心娶了妻子之后 妻子对田小夕不够好 所以一来二去 就耽搁了下来 孙子在外面忙 父母两个人早已接受了田小夕 便会经常前来家里帮忙照顾田小夕 将田小夕当成了他们的亲孙女一样看待 一样照顾 这天 孙子砍柴归来 路过村头小夕上边的石桥市 看到一个女子正在水里挣扎 她二话不说 就扑到了河里 到了女子身边 就要救女子时 却被女子拖着向河底而去 任凭孙子如何挣扎 都无法逃脱 感觉到自己快要窒息时 孙子又是愤怒 又是后悔 忽然间 孙子又嫩呼吸了 在河底竟然有一个院子 女子拉着孙子进了院子 将孙子丢入自己的卧室 孙子惊慌得道 这是哪里 你是谁 你要做什么 女子笑道 我要给你做妻子 我要给你的女儿做妈妈 文言 孙子目瞪口呆 难以理解 疑惑地道 这种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女子解释道 你对小夕这个养女很好 你的转变 众人看在眼里 他们能动心 本河神为何就不能动心呢 孙子呆呆地道 和女子如铺的长发已经散开 光着脚 踩在发光的鹅卵石地板上 缓缓走来 明眸好痴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且有一丝害羞 地眉道 你拒绝了那么多人 我也怕你拒绝我 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 出此下策 孙子满腹疑惑 不知女子何意 然而不用他再细想 已经瞬间明白了 女子已经走到他身边 将他拦腰抱起 放在了床塔之上 随后便扯掉了一切 那一瞬间 孙子感觉自己的心都停止跳动了 随后又像是被什么撞了一般 咚咚坐下 溪流之上 平时只是偶尔有朵朵小浪花的水面 却散开一圈圈涟漪 而在涟漪中间 还有水花向上涌来 不一会儿 就像是河水中间 凭空出现了一个活水泉一般 向上翻涌 向上喷涌 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 水面才渐渐平息 傍晚 等孙子跌跌撞撞回到家里时 还觉得那经历像是做梦一般 然而 他跌跌撞撞的样子 让他知道 那一切都又是真实的 一日清晨 孙子便背着田小溪 走了出来 先是去掀了自己的父母 又去献了村里那些发小 告诉他们 自己要成亲了 让他们帮忙张罗 这些人听到这个消息 比双子还要高兴 毕竟只有双子一个人没有成亲 他们也是整日里为双子发愁 献双子能想通 自然是极好的 于是 大家很快就动了起来 有人去镇子上买婚礼用品 有人开始打扫卫生等等 大家都没有闲着 纷纷找着自己的事情做 还未等众人打听 新娘子是谁 新娘子便已经上门 只言自己是个孤儿 没有家人 雨天栓子是一见钟情 便定了婚约 栓子自然连连称事 婚礼当天 双子的父母抱着田小溪 坐在宴席之上 田小溪乃生乃气地道 谁能想到 我竟然参加了爹娘的婚礼 引得众人一阵大笑 后来 双子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 她和自己的老婆 对田小溪也是一如既往的好 从未后此薄彼 双子和和神女子结婚后 日子过得既平静又充实 村里人都说 双子这一生能娶到这样一位美丽温柔的妻子 真是上天垂怜 但双子心里却明白 这一切的转变都源自于田小溪的出现 她让自己找回了责任感 也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为家庭 畏畏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婚后 双子不仅努力赚钱 还开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 她总是抽时间陪伴孩子们 尤其是田小溪 尽管后来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但双子从未对田小溪少一分疼爱 她还会经常回忆起 当年自己从何边捡到田小溪的场景 总觉得那是上天赐予她的一份珍贵礼物 村里的人对双子的转变议论纷纷 有的说她是被婚姻磨练成了好男人 有的则猜测 她妻子有什么特异之处 能让双子彻底改变 无论如何 双子的努力和家庭的幸福 都让人们不得不另眼相看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双子的事业越来越稳定 家庭也越来越美满 田小溪慢慢长大 她从小就知道 自己是双子从河边捡回来的孩子 但她从不觉得 自己与两个弟弟妹妹有任何不同 双子和和神女子 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爱护 让她在这个家庭里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有一天 田小溪问双子 爹 为时摸当年你会捡到我 双子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答道 也许是缘分吧 那天夜里 我本来是想偷藏一条鱼 却没想到 捡回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 田小溪点点头 笑道 我觉得是和神娘娘让我来的 因为只有你这魔好的人才能当我的爹 双子愣了一下 笑得更加开怀 她知道田小溪并不知道 她的母亲就是和神 但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真相 她觉得有些事不必说破 让孩子在幸福中成长 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小溪逐渐长成了一位秀丽大方的姑娘 不仅心地善良 还继承了母亲的聪慧与才华 村里人都说她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双子和和神女子对田小溪的未来充满期待 她们知道 无论田小溪选择怎样的道路 她都会像当年的小溪一样 源源不绝地奔向更广阔的天地 在这个充满爱与幸福的家庭中 双子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她不再是那个游手好闲的村中浪子 而是一个肩负责任 珍惜家庭的父亲与丈夫 她深知 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少风浪 只要有家人在身边 无论多么困难的时光 都能变得温暖而有意义 就这样 双子和和神女子相互扶持 伴随着孩子们一同成长 享受着岁月的静好与家庭的温馨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宰相夫人过大寿 不料当场发疯 到场 欠账终归要害的 古时候有个宰相 名叫韩继春 这个韩继春别的本事没有 专会溜须拍马 仗着皇上对他的恩宠 平日礼交横跋扈 全清朝野 朝中官员大都敢怒不敢言 这年八月节 韩继春的夫人过生日 他在府里大摆寿宴 朝中大小官员纷纷赶来贺首 送来了贺礼 就在韩继春与宾客交谈甚欢的时候 管家忽然跑了过来 低声说道 老爷 大理寺的陈大人来了 韩继春听把就是一愣 他怎么来了 原来陈大人是大理寺的正亲 为人正直 不畏强权 执法如山 平日礼和韩继春很不对付 两人早就结下了仇怨 但有那魔具老话 伸手不打送礼的 人家上门来给夫人诸寿 难道说还要赶他走不成 韩继春家装满脸堆笑 迎了出去 说道哎呀陈大人你怎么来了 稀客稀客呀 快快离面前 陈大人回道 哎 尊夫人过寿 我岂有不来之礼 说把将礼丹送了过去 韩继春接过礼丹 喜笑颜开 陈大人 你太客气了 请上座 说把将他请进了宴席 大家推杯换盏 好不热闹 正当大家喝酒喝得尽兴之时 丫鬟突然慌慌张张跑了过来 大声喊道 老爷不好了 夫人出事了 你快去看看吧 韩继春大吃一惊 赶紧跑了过去 只见夫人倒在地上 浑身不停地抽搐 口吐白沫 嘴中含糊不清地叫喊 我是离山老母转世 你们这帮妖孽 还不快快献身 献此情景 韩继春下的是六身无主 一石乱的阵脚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候 陈大人平静地说道 韩大人莫要惊慌 尊夫人一定是被邪碎附身 请人为夫人驱邪 夫人自会痊愈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韩继春这才吻了吻身 着急忙慌地去请道士驱邪 说来也巧 前来祝寿的宾客当中 就有来自白云观的青梅道场 韩继春赶紧上前示礼 说道 还望道场出手相救 救救我家夫人 我是感激不尽 青梅道场不敢推辞 赶紧上前示救 但现他又是掐绝念咒 又是挥舞桃木剑 累得是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青梅道场的脸一红 善善地说道 韩大人 树贫道法力有限 这离山老母的邪随法力 太过强大 我不是他的敌手 望大人另请高明吧 说吧 青梅道场红着脸 灰溜溜地走了 见到长就不了夫人 韩继春这下更加慌乱了 急得是团团转 口中不停地念叨 这可如何是好 这可如何是好 陈大人宽慰道 韩大人 看来要救尊夫人 只有去请一个人了 是谁 陈大人快说 就是当今的国师御阳真人 啊 这 韩继春听到这里 心就凉了半截 原来御阳真人 是太子身边的红人 而太子早就看不惯 嚣张跋扈的韩继春 这时候 去太子府请国师 岂不是自讨没趣 陈大人似乎看出了 韩继春的忧虑 说道 韩大人莫要担忧 我跟太子 多少有些较劲 我陪你走一趟 太子肯定不会见死不就的 哎呀 那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 陈大人 叫我怎么信你才好啊 哎 客气话就不必说了 我们快走吧 两人来到了东宫太子府 跟太子说了此事 太子听罢 略微思索了片刻 对御阳真人说道 佛家有云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既然韩夫人有难 就请国师辛苦一趟 救韩夫人脱离苦海吧 国师回道 是 贫道 谨遵太子 诫命 就这样 御阳真人 来到了韩继春的府邸 太子也跟着过来了 御阳真人 当即开始设谈作法 摆上了龟壳 伏击沙盘 只见他手握一支笔 在沙盘中 胡乱写着什么 口中念念有词 韩继春在一旁 看得是心惊肉跳 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这时候 御阳真人 突然猛地睁开眼睛 大叫一声 不好 韩继春下了一大跳 急忙问道 国师 出了什么事 御阳真人回道 方才离山老母寄言于我 说他前世的肉身 曾经毁于铁佛寺 他今天附身在韩夫人身上 就是前来所命的 韩大人 你是不是在铁佛寺干过 害人性命的龌龊之事 这 韩继春听到这里 够大的汗珠顺着脖梗往下流淌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陈大人见此情景 赶紧上前说道 韩大人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吞吞吐吐的 眼看尊夫人性命不保 你就老老实实说了吧 是是是 我说 我说 韩继春抹了一把额头的汗 这才说道 那是二十年前 我在省城当知府的时候 有一次 我到铁佛寺查案 不想撞破寺院的长老 竟然和一个民女通奸 那个民女还未长老生下了一个孩子 我朝清平世界朗朗乾坤 岂融着重肮脏之事发生 岂不是玷污了佛门境地 我当时一份填膺 当即就把这对肩夫淫妇给就递正法了 玉阳真人听罢 面色严峻 缓缓说道 韩大人 你不知道 当年那个民女乃是黎珊老母前世的肉身 你处死了她 就是得罪了黎珊老母 韩季春听到这里 惊骇不已 急忙问道 国师 那怎么办 难道说夫人就没救了吗 玉阳真人 摇摇头叹息道 韩大人 我也没有好的解决之法 对了 当年民女生下的那个男婴 后来怎么样了 韩季春回道 我看那孩子 住实可怜 于是留了他一命 就把他送给铁佛寺附近的一个猎户抚养了 哪晓得这孩子命短 不到三个月大就夭折了 陈大人听到这里 上前劝慰道 韩大人 俗话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都是天术啊 你也不要太过于自责了 还是请玉阳真人 救治尊夫人要紧啊 韩季春赶紧哀求玉阳真人 国师 还望你大发慈悲 救救我家夫人啊 玉阳真人 眉头一皱 回道 韩大人 不是我不救尊夫人 只不过 这离山老母 父体非比寻常 要我吉凶补挂可以 要说到驱邪超度 只有一个法子 韩季春赶紧问道 国师 什么法子 就是鬼门十三针 啊 鬼门十三针 韩季春听到这里 心里凉嗖嗖的 原来这鬼门十三针 乃是用针灸驱除邪碎的巫术 虽然能够驱除冤魂 但是手段毒辣 有损阳寿 所以 会这门针法的人 是凤毛麟角 极其难找 太子在一旁说道 国师 既然你知道 鬼门十三针 想必也知道 会这门针法的人罗 国师回道 太子殿下 我倒是跟鬼门十三针的传人 布虚子 有过一面之远 只不过不知 他现在何处 我会尽力寻找 好 国师 那就有劳你了 请速速寻找布虚子 韩季春看到夫人成天 风风颠颠 胡言乱语 但也是束手无策 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一夜之间就白了头 一个月之后 好消息传来 国师终于找到了布虚子 将他带到了东宫 念见太子 太子抬眼观桥 只见布虚子年约四十岁上下 俊逸潇洒 卓尔布群 自有一番气度 太子看了非常欣赏 就说道 布虚子啊 如今 韩夫人被邪魅附体 还等着你出手相救 不知你是否愿意前往啊 布虚子 恭恭敬敬回道 太子殿下 须挟除魔本 是小人的职责所在 不过 大家也有所听闻 使用这鬼门十三针 由损羊兽 小的为求子孙得到福音 斗胆请求太子殿下 与小人一同前往 由太子殿下神威护佑 小的才敢示针 太子听罢 呵呵一乐 回道 布虚子啊 就算你不请我去 我也要去见识一番 这鬼门十三针 究竟有何玄妙之处 就这样 众人簇拥着太子 来到了韩继春的府邸 韩继春安排了一间宽敞干净的屋子 请布虚子为夫人示针 布虚子 请韩夫人在浴泉椅上坐下 其他人员被拦在了门帘以外 布虚子朗声说道 诸位 我在为韩夫人示针的时候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你们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都不得上前打扰 以免冲撞了天神 误伤夫人性命 众人听罢 自然是应允了 乖乖地站在门帘后面 再看布虚子打开随身携带的玉雕针下 里面整整骑骑马放着十三根银针 寒光凛凛 夺人双目 布虚子叫几个丫鬟 按住韩夫人的手脚 随即取出银针 在韩夫人的人中学 少商学 引白学一次插进去 当第十二根银针插进去持学之后 再看韩夫人早已大汗淋漓 浑身抖个不停 对布虚子力声喝道 我是离山老母转世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如此对我 我饶不了你 不须子朗声喝道 放肆 韩季春状破你鱼铁佛寺长老的奸情 将你就地正发 你死后应该大彻大悟 潜心思过 不该再附体到前世身上 装神弄鬼 祸害人间 韩夫人狂笑不止 骂道 混账东西 瞎了你的狗眼 韩季春那丝分明是在血口喷人 我的前世本 是司库郎中流大人的女儿刘如烟 二十年前 朝廷拨付了一笔修低的工程款 这笔工程款就是我父亲看管的 不料韩季春贪新周期 就拉拢我父亲做假账 要私吞工程款 我父亲生性耿直 不愿与韩季春这个狗官同流合污 断然拒绝了他的无耻要求 韩季春恼羞成怒 害怕自己的罪行败露 就买通几个裤钉 诬告我父亲间守自道 将他投进了大牢 我父亲被抓之前 已经预料到了 韩季春那个狗官要害他 于是暗地里做了一本账簿 账簿里面详细记录了 韩季春贪污的罪行 恰巧那时候 我已经身怀六甲 父亲为了我的安慰 就把我送到了城外的铁佛寺 并且把账簿交给我保管 说以后 自己如果遭遇不测 就让我拿着这本账簿 去京城告发韩季春 铁佛寺的长老 是我父亲的好友 他冒着巨大的风险 好心收留了我 我在铁佛寺生下了一个男婴 韩季春那个狗官将我父亲投进监狱后 没有找到账簿 其肯善罢甘休 后来得到宪报 带驻兵丁骑士汹汹 追到了铁佛寺 韩季春逼迫我交出账簿 我当然不肯答应 韩季春那丝狗鸡跳墙 就诬陷说我与长老私通 也不过堂审讯 就把我与长老就递正法了 再看韩季春在门帘后面听到这里 脸上早已变了颜色 气急败坏的跳马 屁话 都是屁话 一派胡言 随即指着不须自嚷道 你还站着干什么 还不快对这个丰富下阵 让他闭嘴 还没等不须自回答 太子立声喝道 大胆 韩大人 我在这里 还轮不到你发号施令 是是是 下官之罪 韩季春下的冷汗直流 赶紧低下了头 再看韩夫人一阵狂笑 指着韩季春说道 你这个狗官 当年你抢走我的孩子 把他交给了寺院附近的一个猎户 叫他除掉那个婴孩 幸寒的 你没有想到吧 那个猎户心底善良 知道这是忠臣刘大人的后代 冒死将他留了下来 随后找了一个死婴 交给你看看 以此蒙混过关 韩季春听到这里 面如土色 啊 当年那个孩子没有死 韩夫人冷笑一声 他不仅没有死 而且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你更加想不到的是 当年你触新几率要找的账簿 就藏在婴儿的墙堡里面 啊 这 这寒季春听把脸色沙白 逗大的汗珠往下直躺 太子听到这里 脸色铁青 大声问道 那账簿何在 这时候大理寺的陈大人帝国一本账簿 说道 太子殿下 账簿在此 太子接过账簿一看 这本账簿都已经发黄了 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虽然有些磨损 但是保存的相当万好 太子翻开账簿 仔细观看 脸色越来越难看 啪的一声 合上了账簿 这时候 陈大人上前说道 太子殿下 当年收养男婴的那个猎户 也已经找到了 就在门外等候 哦 快快有请 不大一会的功夫 几个校尉 领着一位精神觉说的老者 走了进来 太子抬眼观瞧 只见眼前的老者 身材魁梧 虚发揭白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眼睛炯炯有神 太阳穴鼓鼓着 一看就是练家子 太子柔声问道 老人家 您就是当年收养留大人外孙的猎户 敢问如何称户啊 老者回道 回禀太子殿下 老汉我姓马 也磨个什么姓名 就叫我马老汉吧 好的 马老汉 既然你来了 就请你把当年怎摩收养刘大人外孙的经过说一点吧 是是是 小的这就说来 马老汉就把当年寒记春子魔交给他一个男婴 怎摩命令他害死男婴 他又是如何偷粮换住 用一个死去的男婴替换掉了刘大人的外孙 而后把男婴留了下来的经过 详详细细细说了一遍 太子宁神听住 不住的点头 嗯 不错 果然与刚才韩夫人说的一般无二 没有任何疲劳 当马老汉说完 太子轻声说道 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好了 您退到一边 暂且休息 我来问话 太子一转身 对韩记春喝道 韩大人 现在人正无证据在 你还有何话说 你是怎么陷害刘大人 逼死他的女儿 还不从事招来 没想到韩记春一阵狂笑 没有回答太子 而是对臣大人说道 我说臣大人 我早就知道 你对我心存芥蒂 不是一天两天 想要扳倒我了 但你也不用这磨心急吧 我真是佩服你呀 臣大人 不知你从哪弄来这个破账布 又找来这磨一个老头 难道说你身为大理寺正卿 就是这磨断案的吗 太子听到这里 怒不可遏 历声喝道 韩大人 你太嚣张了 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里枪眼狡辩 是不是把你送到西场过一趟 你才肯照 这时候 陈大人走了出来 劝慰道 太子息怒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说吧 陈大人对韩记春说道 韩大人 你担任知府多年 破案无数 应该知道有一中断案手法 叫低血认亲 韩记春当即就是一愣 我知道那又怎样 嗯 韩大人你知道就好 如果我们找到当年刘大人的外孙 将他的血液滴倒流如烟的海骨中 血液若是能够进入海骨 就能够确定它是当年幸存的男婴 韩记春听吧 冷笑一声 我说陈大人 如今这案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那个男婴早就不知所踪 你如何叫他来低血认亲 陈大人就问马老汉 马老伯 当年你收养的那个男婴 现在哪里 马老汉顿时红了脸 低声回道 大人有所不知 那个男孩长到七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外出打猎 不小心跌落山崖 摔断了胳膊 顿时生活陷入了困境 连养活自己都成了难题 哪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孩子 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游方道人 说愿意收男孩为徒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就把男孩送给了游方道人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个孩子现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韩锦春听到这里 哈哈大笑 我说陈大人 你问这魔多 找不到那个男孩 有个屁用 你这不是白费劲吗 男小的他话音刚落 国师玉阳真人走上前 对韩锦春说道 韩大人 你不要得意的太早 你怎么就知道 我们找不到当年的男孩呢 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说到这里 国师指了指身旁的不须子 韩锦春盯着不须子看了半场 一阵狂笑 我说过是 当年那个男孩活到今天 应该是整整二十岁 可这位道长 已今年过四十 怎么可能是他 在看不须子 不慌不忙走上前 冷冷地说道 韩大人 现在就让你看看 我的真面目 说吧 不须子扯掉脸上的胡须头套 立马露出李章 俊美少年的脸庞 众人顿时惊呆了 韩锦春更是惊掉了下巴 嘴巴张得老大 半赏都没有和尚 太子也是惊讶不已 急忙问道 你真的是刘如烟的儿子 刘大人的外孙 不须子公公静静回道 太子殿下 我的却是刘如烟的儿子 说吧 他拿出一个玉佩 递给了太子说道 这是母亲临死前 留给我的玉佩 她乃是我们刘家的祖传宝物 上面还刻着我们刘家的家训 太子接过玉佩一看 果然 玉佩的背面刻着 正脊正身 尖挑到一八个大字 在家训的下面 还刻着一个大大的刘子 太子看爸点点头 就问国师 国师 当年带走孩子的游方道人 是你爸 国师回道 太子殿下 当年我云游四方 来到了铁佛寺 在深山里面遇到了猎户 看到他无力抚养这个孩子 我就把孩子带走了 后来我把孩子交给了师弟 师弟给孩子 许法好不许子 并且传授他鬼门十三针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了 这时候 陈大人上前对韩继春说道 韩大人 现在还要不要不许子弟写人亲啊 韩继春知道 再也无力回天了 一下子贪婪在地 太子目吓一声 来人啊 将这个残暴不许的狗官压到大理寺寿审 是 鸡各校尾上前 好像托死狗一样 把韩继春拖走了 等韩继春被带走 太子突然醒过未来了 就问陈大人 我说陈大人 这一切是你事先安排好的吧 要不然怎么就这么凑巧呢 你看哈 韩夫人刚刚被离山老母附身 你就找到了补须子 韩夫人供述了韩继春的罪行 你就把帐簿递上来了 还带来了关键证人老猎户 陈大人呵呵一乐 回到太子英明 我这点小伎俩 还是没能逃过太子殿下的发言 刘大人是我的恩师 二十年前韩冤枉死 我作为他的弟子 无时无刻 不想为恩师深渊昭雪 怎奈韩继春味高权重 又是皇上跟前的红人 微臣知道 想要扳倒韩继 春病不容易 于是买通了韩夫人身边的丫鬟 将曼陀罗混进酒水中 给韩夫人喝下了 韩夫人喝下药酒后 出现了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的症状 我故意说 韩夫人被离山老母附体 这才引出不须子为母深渊 嗯 陈大人 真是难为你了 这接下来审理 韩继春的案子 就有劳你了 是 太子殿下 微臣一定担惊结律 不负所托 等陈大人退下后 太子就问不须子 这世上真的有鬼神附身一说吗 不须子听罢 哈哈大笑 太子殿下 那只不过是一些不良术士 蒙骗老百姓 趁机敛财的说辞罢了 世上怎么可能有鬼神附体呢 那摩刚才韩夫人如何变成了流如烟的口吻 诉说冤情 太子殿下 你有所不知 这就是鬼门十三针的绝妙之处 我把第十二根鬼门针插在了韩夫人的通理学 以此控制她的意念 我叫她说什么 她就得说什么 哦 原来如此啊 太子听罢恍然大悟 继而说道 不须子啊 你有如此绝学 真是我朝南德的人才 我要大大加讲与你 为你加官尽绝 你说吧 你想当什么官 随你挑 不须子回道 多谢太子台爱 我这点觉学算不了什么 我愿意用毕生所学为百姓看病 为他们解除病痛 另外 马老汉对 我有救命大恩 他如今年纪老了 我要为他养老送终 好好 念在你医者人心 又懂得孝敬感恩 我为你建造一所最大的医馆 让你为京城的老百姓 诊治病痛 你看如何 谢太子殿下 不须子给太子深深施了一礼 而后搀扶着马老汉 缓缓向大厅外面走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